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笑不能笑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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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给呀 HELLO EVERYBODY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四推車 嘿嘿 你看 那時候拍仙草的時候一堆人 說要奧T杯 這還是2020年的 那當時是這個卓越旗艦版 還有一個叫豪華 菁英版 差別在於這個天窗 然後這個19吋的旅圈 我們現場來的是235 4019的Type 然後這車帥 蠻有殺氣的 這個難得尼桑有幾台車 會讓你稱讚他做出來的外型 然後這個比較可惜的是他當時我記得是乳素燈泡 130萬買乳素燈泡 你們是不是在等我diss他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因為一個Leave的電池70萬 我就會diss尼桑 你們是不是這樣覺得 我不是那種人好不好 他們真的做不好 我們就這個說他做的不好 來來來來看一下 這個車主的鴿子天黑 黑媽媽的 不過還不錯 黑色再加這個鍍鉻 好那他一樣有這個手摸的開門 那他有沒有靠近開門 不會開 要按 好要按 好來來來看後座看後座 我那時候在新車展的時候 第一個印象看到後座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像 鏡車你看 他這個質感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塑膠 全部都硬塑膠 而且啊 你看他這組裝你看 你看這組裝 有沒有 這塊薄你知道嗎 你看他都要動 這邊要動的 上面要動 有沒有 這真的很薄耶 很硬塑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他的那個就是 你看他這個 皮革算軟 可是你看喔 他後座這樣 頭枕不能調 他就縫在一起 他就縫在一起 有給你頭算不錯了 然後頭枕 你看不能調就是這樣 我的頭就變這樣 有沒有 他做枝算蠻正的 然後這個是椅座很短的 還有一個他做的很差喔 你看喔 你看他這邊的噴漆 全部都橘子皮 你看 你以為這邊特殊嗎 我跟你講 很多地方都皺皺的 你看 這邊都皺 我們去另外一邊看 很奇怪 我看到他這 欸 這日本製耶 我不知道你拍不拍得出來 可是肉眼看這邊真的很明顯 我們那天有拉過膠條 這不是撞過的 不是重噴的 他真的新的出來就這麼重 所以今天我沒辦法 好 看一下後車廂 就是後車廂 坐雨清倒在這邊拉 來看他裡面是備胎還是什麼 有備胎 好小顆喔 然後你看喔 你看這不知道 這回三小 你看這回回回 這鍋子這樣回 有沒有 感覺很像手髒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邊沒有啊 之前是不是講 車子在做應該是對稱 他這個做的不對稱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台車的 日本製造的做工 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好 後面有四個雷達 然後這個高級 雙出為款 然後他後面我覺得他這個黑色的線條 真的做的還滿有差距 自帶薰黑功能 好你不用買回來 自己在那邊噴在那邊貼模 看一下室內前座 好他的門啊 打開以後 發動椅 椅子會往前 所以剛剛後座大小不對 好等一下我再去後座做一下好不好 然後他這前面就是 這是仿舊的木紋 加一個銀色的飾條 前面有Type-C USB AUS的插槽 坐在這邊 三個 還有一個點驗器 都坐在這中間 好他裡面還有多一個這個隔板 不過還不錯啦 這個跟我講的一樣 你看 我說很多的車子 你設計一個小置物空間 你就給人家墊一個這個 就比較不會有聲音對不對 再來第二個 你看他這邊 設計給你的置物空間 這個就有一個橡膠墊 好 而不是說 就設計一個那個塑膠的殼子給你 那東西給我在那邊給我去就好 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車的皮是軟的 但是這邊的塑膠還是蠻重的 不過這邊的塑膠摸起來 就比門板的塑膠來的細 門板的塑膠真的是蠻粗的 而且你看喔 一樣喔 有沒有 很薄的 他這張很薄的 他這真的是薄的 然後還有這個 Nissan最著名的 等同預測級的 你去網路找 那個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預測不是有圓圓的那種增長有沒有 我知道嗎 有嘛 你知道嘛對不對 那種 就是類似的 裡面一樣是乳樹黃燈的這樣 真的不要再用這個 對啊這人家就龍熊了 然後呢 它的配備基本上跟仙草一樣 只是多一個這個方向盤換檔快波 那AutoHaul 還有電子手搭車 iKey 它有那個跟車系統啊 什麼什麼預防碰撞有的沒有的 它就是沒有車道置中 這比較第四的就是你看喔 這個倒車螢幕畫素 真的非常爛 像爛到不行 我跟你講怎麼對比 阿呆 觀眾看不出來對不對 你在照上面留媒體 像畫質清晰度差多少 這個畫素真的很爛 好不好 然後它有BOSS的影響 高傳真喇叭 抬頭顯示器 可是抬頭顯示器 我看媽媽就神奇了 它這個看起來是家裝的吧 那它用的沒有嗎 應該沒有吧 你看它線在這耶 原廠有可能這樣線嗎 椅子喔 蠻軟的 真的也不亡廢這個沙發場的這個名譽 可是就是很奇怪 它椅坐這麼短 對不對 這已經不是我的比較大的問題了 不過是軟的耶 是舒服的 就是坐進來你有一種 金燙號的那種感覺 他說這是什麼 什麼靈感 什麼無重力三小 NASA NASA 夭壽啊 有啦 椅子坐起來是舒服的啦 好不好 它也跟千草一樣 雨刷模式一樣它會顯示 現在很多的那個 車廠在設計的時候 它會忽略雨刷這件事情 你很少遇到 會把 我幾乎沒遇過吧 會把雨刷的狀態顯示在螢幕上 其他車都不管雨刷了 方向燈有亮算不錯了 雨刷部分基本上都被忽略掉 好不好 那我剛剛要給它試一下那個後座 這個才是它正確的 因為它比較特別是 它就是跟那個Lasus Infinity一樣嘛 我現在熄火 它就會退 讓我好下車嘛 讓我發動 它就會就戰鬥位置 OK 方向盤這個一定要試向 這不是像 你太太了 這個不用試一定知道要有 好 現在就是坐姿 我們再去試一下後座 它還是有國� 國�微凸 國嶺喔 國嶺微凸 後座出風口 還有後座有一個USB跟USB-C 然後這個也是我講的這個 這簡直質感不好 好 後座就這樣 後座坐一下 頭部空間比較少 腳部空間非常的OK 沙發一樣的軟 但是它後座因為頭不能 不能調整頭整高低 所以這樣 這樣不好睡耶 這樣 你知道這樣睡的壞處是什麼嗎 頭水會激得很滿才會流出來 會一直激激激激到滿出來才會流出來吧 我自己GAS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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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個壞處 其他沒什麼壞處了好不好 欸好 講完了 注意試車 走 再試駕技感 QTR生選 欸 你看它在相處 你看 你看它在相處 解析度是不是很差 超差的 比我們上次相機壞掉還差 而且它這個很像那個傳統的那個什麼 那個是幾 4比3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不管了 我們先出門 比牌不錯耶 滿Q彈的 不錯 最大的馬力245P 38.8公斤米 它跟這個新的那個QX50吧 同個引擎嘛 以前是SR20嘛 現在變成KR20 DET 它如果是TT的話就是兩個渦輪 它只有一個T就是單渦輪 我跟你講 這個車喔 它也是8速的CVT 但是它開起來就跟 欸 當然它是仙草的哥哥啦 我用他們同門師兄弟比一下 它開起來其實CVT感就沒那麼重 呃 呃 呦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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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跟你講喔 它這個 除了跳彈以外啊 你如果朝右對不對 它會刻意的幫你踩左煞車 是踩左邊的煞車 對 就是讓你修正 踩相反側的煞車讓你稍微回來一點 這是電腦控制 那我剛剛講到這8速的CVT 我跟你講 我自己啦 我自己認為啦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很常在詬病CVT 對不對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馬力的車子很常用心 CVT通常現在你看到都是一些小車 我猜 我猜 因為CVT它裡面有很多的結構 甚至是這個鋼帶的結構等等 我不管 但是我認為它的強度可能還沒有那麼強 所以這一台245P 網友也可以給我們這個反饋啦 應該245P的CVT 應該是目前我聽起來 好像算是這個馬力蠻高的狀況之下 用到CVT的 應該還有別的啦 我總結有幾個結論 你要如何讓一台CVT開起來不像CVT 第一個 隔音要好 你看喔 雖然它有牛叫聲 但是 這隻牛仰在外面 這跟仙草 真的比起來真的就是 馬上就有感對不對 而且再來第二點喔 我們CVT以前構變的就是那種重拖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 喔我要加速的時候怎麼覺得 很大聲 你會怪罪於變速箱 那其實是因為你馬力不夠啊 你馬力不夠就算你是一般的小車 你重彩油門 其實引擎聲還是都會咆哮 這是一定都會 所以第一個 你要如何讓一個CVT開起來不像CVT 把隔音做好 再來第二個 把馬力做大 它馬力夠大 所以其實你重彩 讓引擎拼命輸出的那個機率是低的 你就不會感受到那個重拖感 你就比較不會去嫌棄說 啊這CVT就不太傻了 這個之前講過有沒有 等同GDR超低0.26CD風阻 不過我覺得整體開起來喔 它的變速箱 除了我坦白說 我們認真開在一檔二檔的時候 起附的時候感受得出這個CVT的感覺 但其實上了高速公路之後 我覺得就很舒服 其實我覺得喔 如果以這個價位的車 一百二十多萬來講的話 它這個車其實 它的配備等等是很有競爭力 它有十顆安全氣囊 所以其它配備 我覺得可以不錯 除了車道至中沒有 以外其它都還蠻OK的 阿三你有沒有覺得 這車賣的不太好 就路上很少看 很少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常遇到它 你以為你遇到現場 超像 大小分不出來 有一個人娶了一個雙胞胎姊姊 有沒有 那朋友就問他 那這樣子晚上要睡的時候 你要求歡的時候 你怎麼分辨姊姊跟妹妹 你知道怎麼回答嗎 我為什麼要分辨 對不對 剛剛為什麼要分辨 為什麼要分 我寡他姊姊的妹妹 有配合我就處理啊 我寡他姊姊的妹妹 阿如果是抵抗 不好意思 你們太像我認錯了 就好了嘛 阿如果要讓他半推半就 就OK了嘛 就OK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講到這 仙草跟阿體馬分不出來 我覺得他為什麼賣不好 我後來發現 那一天這個2000有來拍 在車2000賣我知道 他賣你 對他那天有來拍影片 我那天從2000身上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我之前在強調 一台車 車款精神的傳承很重要 我是不是在說 車不會輕易去改名字 要一個傳承感嘛 我發現現在20幾歲年輕人 不知道阿體馬是什麼 其實阿體馬當初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他曾經短暫在台灣有進過一批美規的2.4的阿體馬 但也賣得很不好 所以中間其實斷了很久 但國外有陸續一直有在改款 一直在出 你看現在的年輕人他知道Focus會傳承 Focus從一代到現在你們都認識 Civic K6 K8一直到現在 九代十代十一代 大家都認識 Lancer也一樣 從小你們就聽過了 但是阿體馬中間斷掉 你不曉得 所以你不知道這種精神傳承的感覺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有可能也是造成它這個 市場賣得不好的一個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你中間沒有任何的 它的火散率啦 它的造車的工藝啊 精神啊 你根本都沒有東西可以去參考的時候 所以你只能認為它是一台新來的車 所以你對它沒有那個特別的感覺 前面是賣花城 後面是多連桿 軸距有2.8米 2825mm 然後市區油耗9.3 高速油耗17 平均油耗13 欸 驚起來還不錯耶 0到100是6秒3 它這個底盤真的稱讚一下好不好 不要說我們都DIS人家 它對於這個矽震的這個吸收處理 這個懸吊處理得很好 你看我們過一些微小坑洞 其實你人體是感受不到跳動 好 那過彎的時候 我來試試它的支撐性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真的它支撐性是有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這個是一台很笨重的車子 其實開起來是輕巧的 我覺得這車CP值很高耶 二手車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哈 我說的是二手車的時候 我覺得CP值蠻高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 欸這可不可以關掉 應該可以吧 可是有的東西關掉 就是會覺得怪怪的 它這個儀表板 很容易讓人家有密集恐懼症 內圈是Mine MPH 這車真的不錯啊 蠻有CP值的 二手車的時候 哈哈哈哈 其實新車它128萬 賣給這個配備我覺得已經算 真的算不錯了 我坦白說 這個印地實在沒什麼意義 它那個東西對得起它這個錢 但是我覺得二手車來看CP值更高 我記得這個有雙電動椅 它待在那邊是不是也有電動椅 對啊 電動椅 隔音不錯 隔音真的不錯 很安靜 摩托車是在很遠的地方騎過去 這個要給它讚許一下 這台車真的有做到百萬級名車的質感 但是我除了對於它的內裝用料 真的覺得有一點扯 隔音啊等等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沙發短的點 欸 我這樣應該沒有地質很嚴重了吧 我當初買的時候我在想說 這個車比較貴 跳彈會比較大顆 好 事實證明也沒有 一樣大顆 同Label的跳彈 也是便宜的 好 這個我幫你們證實過了 當初買回來第一件事情 我就想試跳彈 呵呵呵呵 真的啦 我第一件事出 我就試跳彈了啊 我在想說 那一百多萬的跳彈有什麼不一樣 很想要一樣 跟仙草一樣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這個車的價格 我們再來是2020年的阿提馬 那里程是一萬七千公里 當時新車價錢是一百二十九萬 這台車我們回來開價應該會在 九十三萬好不好 九三八 也許上片的時候也已經賣掉了 我為什麼說這個要買這個車 當初是這個2020年10月出場 所以這個月剛好買一年 10月底買一年 不到一年的車原廠在保固當中 保固到2023年 還可以再延廠 那買一台車只折了 我看一二八跟九三差了多少 我差三十幾萬 才一年 不划算嗎 然後這個當然它的這個方向機 就是跟仙草的系統是一樣的 所以它會依照你的速度 方向盤的這個虛位會越來越少 但是它的路感坦白說就沒那麼明確 有沒有你看 不會動 這個是一樣的系統 好啦 給大家參考喔 我會賣了九十三萬八 因為這個車坦白說 我常常在講一句話 我們久久才會出現一台的車子 開影片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當時仙草就很多人在敲碗 那你叫我花一百三十幾萬 買一台這個新車回來試 我是不願意的 欸我真的覺得CP值滿高的 你看喔 你現在買一台2020年的 我的KUGA ST-LINE 我記得116啊 119 就不到120 可是現在買ST-LINE的KUGA 市面上買都要接近100萬 一樣2020年 所以這樣比起來 這個是划算很多 我跟你講啊 938應該是目前市面上 遇得到最便宜的 我有去行過家 都賣903 原廠認真正的車都賣903 坦白說啦 這個也要車主撩得下去 你知道這車主為什麼會賣車 我跟你講 我都會想像到下面有留的 啊你是年輕人啊 沒錢啊 錢也沒錢啊 家裡也沒錢啊 法教書啊 沒有一個是好的 有沒有 可是我知道這個車主 真正賣車的理由是什麼 它長骨刺 沒辦法開車 會痛 神奇的 就是這個理由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所以不要亂猜了 我跟你講 世界很大 真的賣車各式各樣理由 都有 其實真的不是每個人 都是缺錢賣的 我也遇過那個 賣車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對那業務不爽 一交車 沒多久開出來賣 我們最早那個馬3也是啊 它也是賭籃業務啊 CX3啊 馬3換CX30 對 他說媽的 我那時候問業務說 CX30會不會出業務說沒那麼快 幹 然後我現在馬3買了 CX30 我交車的時候 CX30出了 超不爽 馬上就處理掉 所以不是 真的不是每個人 對錢都看得這麼重 好不好 我們也不是看錢重的人 我們常常在講啊 我們是缺小錢 我們缺大錢 呵呵呵 欸 我上次去 那個郊遊爬山啊 幹啊像我爬到山挺看他阿嬤在 B-BOSS 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嗎 阿嬤在山上Б-B-BO-S 不要了吧 他在荷唐 不是 B-BO-S 他那麽它的普攻音跑到嘴巴 哈哈哈哈哈哈 嘖嘖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簡單的分享好不好 這很棒的車子啦真的啦九十幾萬 我有錢賺你買的也爽 最喜歡這種車了買的人 真的你用新車的眼光來看他 你當做你在買新車 你開車回去呢跟你爸媽講我買新車了 絕對沒有一個人會懷疑 你買的爽而且你用的價格是嗎 減了三十幾萬的價格去買 難得有一台Nissan的車會讓我稱讚就是這台 但內裝真的是 不過不要想那麼多應該還是OK啦 如果用使用性上面外觀的帥度上面OK 他如果改名叫Tiena 為什麼會賣嗎 Tiena為什麼要改Tiena 你的意思是說有傳承性是不是 可是Altima跟Tiena 原本就是不一樣的產品支線 他不能這樣取名 你不能做一個Camry出來叫Altis 你以為他真的叫Altis賣比較好 不是他主要是延續性的問題 現在還有新的Tiena嗎 Tiena好像沒有了 它有繼續出嗎 好像沒出了耶 就這個車系就沒了 可是Altima其實在美國是賣得不錯的 那中間它一直陸續在出 就是台灣沒有 它如果一直都有在引進的話 你少許也沒關係 少量也沒關係 我覺得賣車是一個長久的經營你知道嗎 你像我們小時候 我們就知道Carola 我們就知道Civic Civic CRV 我們小時候就知道 一直到我們長大 它一直在出來 那我們對它就有一個 不那麼陌生的感覺 熟悉感 對你就會有熟悉感 OK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We are not ready but we try to float iks看 我們還是會送給你們 我們來吃 我們兩個 我們來吃 拿到 我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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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做 我們來吃 做 字幕提供 阿呆 如果有一天你交一個馬子 他問你說你之前交過幾個女朋友 你會怎麼回答 你以前女朋友問問這個問題 你都怎麼回答 按時回答 會生氣 你如果向我要按時回答 我問說你手可不可以接我 要怎麼按時回答 譬如說十個 我看你交過那麼多 想起 我想女孩子最大的一句謊言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老實說我不會生氣 對她不會生氣 只是講完以後不講話 關門啊 拿東西都很用力 看小師長知識 譬如說她問我說交過幾個女朋友 十個 那麼多 不爽 不爽 我跟妳講 都是你害的 為什麼你不早一點出現 你害我長了這麼多苦 為了找你 我花了一二十年的時間 經歷過多少的苦難磨難 我是怎麼被人家欺負的 我委屈自己跟這些人在一起 我卻找不到你 直到你現在才出現 你早點出現我就不用吃那麼多苦 我換了不行換 用了 不行換 我在尋找一個名氣有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初期間 QTR生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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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TR生選